最近台灣的高溫是動不動的飆上35度 您知道嗎 現在地球是不斷的發燙 根據美國國家環境預測中心的數據 本週一 也就是2023年的7月3號 是有紀錄以來 全球平均氣溫最高的一天 是高達了17.01度C 超越了2016年8月的16.92度C 這次從最近的幾個國家溫度表現 就能夠看出端倪 包括了美國南部近幾週都被熱浪給籠罩 而中國部分地區氣溫也超過了35度 而北非也飆到了近50度 即便是目前處在冬季的南極 也進入到了異常高溫8.7度 因為冰川融化加速 太陽強度增強 學者表示 隨著二氧化碳 還有溫室氣體的排放增加 以及聲音事件越來越多 這些原因都把氣溫給推向了新高點 也有氣候研究員表示 現在聲音線上的這個溫暖階段已經開始了 預計未來的1.5年內 將會有更多的日月和年度的高溫紀錄 陸續刷新新高 而全球氣候健康聯盟就提醒 各政府必須要準備好兌現 2023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逐步淘汰所有的化石原料 並且過度為可再生能源 否則持續發燙的地球 終將會走向滅亡